戒烟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话题 那么因为新冠流行 戒烟就变得对我们的健康更加重要 健康是四维的 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生 为什么戒烟在新冠期间变得很重要呢 就是因为研究发现 抽烟的人 他得新冠以后 他住院的几率 以及他死亡的几率 以及他病情严重的程度 都远远超过不抽烟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基本上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 就是抽烟本身呢 它里面的有害物质 影响了我们的免疫功能 让我们的免疫功能变得比较低下 第二个呢 就是抽烟本身呢 伤害了我们呼吸系统的联膜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感染细菌和病毒以后呢 就更容易受到伤害 对很多人来讲啊 一旦认识到戒烟有很大的危害 包括增加呼吸系统疾病 增加肺癌 现在呢又增加我们新冠的严重性和死亡率 很多人就毅然决然的戒烟了 但是戒烟的成功率啊 并不是很高 那么为什么戒烟这么难呢 它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就是鲤骨钉啊 它是一个成瘾性很强的物质 鲤骨钉这个吸收以后 很快进入到血液 它会刺激我们身体啊 产生一些让我们心情很愉快的物质 刺激了我们的快乐中枢 所以人呢 就很容易成瘾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习惯性 人经常抽烟养成了一个习惯 有人说饭喝一支烟 活着像神仙 只不过这个神仙呢 在人间那个时间呢 可能会活得比较短一些 但是呢 它成了一个习惯 就很难戒掉 第三个呢 就是社会环境的因素 那么你如果处在一个环境当中 大家都吸烟 像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当医生的时候 这年轻的医生 中年的医生都抽烟 非常普遍 那个时候想戒烟呢 就比较难 但是如果环境改变呢 戒烟是不是就变得容易呢 也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戒烟以后啊 它会出现这个戒断的症状 比如说焦虑啊 烦躁啊 戒烟以后啊 非常容易复发 还有的人戒烟难呢 是怕戒烟以后体重增加啊 特别是我们女性朋友 有这个问题 我有个同事就是这样 她抽烟不多 但是呢 她戒不掉 就是因为她害怕戒烟以后 这个体重增加 总而言之啊 戒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那么对我们华人来讲呢 现在有个好消息 就是呢 有了一个华人戒烟的热线 这个热线电话呢 是18008388917 大家打这个电话 会得到国语和粤语的服务 它给你提供戒烟的贴片 这一对一的咨询啊 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啊 量身定制一个你的戒烟计划 如果你想提高你戒烟的成功率呢 请大家拨打这个热线 这个热线电话的时间啊 是每冬时间早晨10点到凌晨12点 每期时间呢 是早晨7点到晚上9点 请大家呢 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免费的服务 那么除了得到这个华语热线帮助呢 我们戒烟的朋友怎么样提高戒烟的成功率呢 你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呢 你一定要确定一个你戒烟的时间 要下定这个决心 决心这个事情啊 除了你自己下 没有人能下 但是光有决心不行 你一定要有个日子 说我从现在开始戒烟 你一定要定个日子 你一旦定了日子以后呢 你在这之前呢 你就会做各种各样的准备 特别是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你一旦决定要戒烟 你就要尽量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 让他们理解和支持你 那么知道你为什么要戒烟 戒烟对你很重要 大家可以支持你 也可以监督你 另外一个办法呢 就是如果你的烟瘾很大 戒起来很难 失败的次数很多 你就可以考虑用一些 李古丁的替代品 因为这个李古丁啊 是我们吸引真正让我们成瘾的东西 当然并不是说李古丁好 只是说李古丁呢 他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这样一个习惯性的行为 尽管你戒烟呢 带来的严重的戒断症状 造成你这个戒烟失败 所以呢 有的是口嚼的是吧 有的是像电子烟 关于电子烟 我们要特别强调 他对青少年是有害处的 那么有什么害处呢 我们在以后的视频给大家介绍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 这个李古丁的替代品呢 就包括啊 大家得到的免费的戒烟贴片 有的做成了口香糖 有的做成了润喉片 还有呢 你就一定要避免你的诱发因素 因为大家都有个习惯啊 比如有的人一吃完饭就想抽颗烟 有的人呢 一喝酒就想抽烟 有的人呢 跟朋友一聚会就想抽烟 有的人呢 心里一烦就想抽烟 这些呢都是诱发的因素 这些因素啊 你尽量的要去避免它 最重要的是呢 你一旦有了这个抽烟的欲望 你就要用另外的一种方法来替代它 因为这个吸烟不吸烟这个事呢 变成了一种选择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选择去看书运动 或者是呢 跟朋友聊天 或者是呢 出去散散步等等 这些呢都可以打断你这样一个习惯 其实呢 你只要控制住五分钟 这个烟瘾啊 就会慢慢的过去 那么有没有一些天然的治疗方法 会对戒烟有帮助呢 有的 我们在以后的视频给大家介绍 现在我们就小结一下 抽烟的人呢 如果得了新冠 他死亡的风险呢 比不抽烟的人呢 要高出50% 因此呢 戒烟呢 对大家很重要 戒烟不容易 所以呢 一方面自己要努力 一方面呢 不要忘记使用华语戒烟专线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在戒烟方面 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 请在留言区 跟我们大家分享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